加州州長紐森表示 新年開始新增加了十多疫苗接種站 讓第一線醫護人員可以更快速的獲得疫苗配送 為的就是能更快的控制疫情 避免整個醫療體系陷入崩潰 在醫療上我們看到了七倍增加 在兩月內 在醫療上我們看到了六倍增加 在兩月內 所以這顯示了什麼可以在一段短的時間 且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美國東岸的紐約州 州長古墨4號宣布在一位60歲的男性身上 發現該州第一例英國變種病毒 且值得一提的是這名男子沒有出國史 因此公共衛生專家相信與聖地牙戈的案例一樣 變種病毒應該已經開始在社區傳播 東線團隊在洛杉磯的總和報導